那名宫女满脸惊恐地看着满身灰尘的范贤,张嘴欲呼,却是没有呼出声来。 吃得一声,范贤双脚一挫,于疏忽间连略八步,一剑平直刺出,正中那名宫女的咽喉。 血花一剑,范贤头颅微低,手腕轻转,手中天子剑再出,于腋下鬼魅刺出,点出一名太监的咽喉。 他在急撤三步,左脚脚尖,围书一转,整个人就像一名舞者般极美丽地旋转起来,手中的天子剑要着寒光,随着这转世,在身前数尺地内,画出一道寒芒。 寒芒所知之处,惊醒过来的太监宫女尽数倒地,倒于血泊之中。 右脚在灯青石板地,青石板微碎,范贤的身体如大鸟背负,以一种怪异的身形,猛然向后退去,狠狠撞在一人怀中,撞得那人筋骨尽碎。 他逼着头,右肘忽然像安了弹簧一样地弹了出去,天子剑脱手而出,直中右侧方冲过来的一人胸膛。 无剑在手的右拳猛地向左方击出,一拳将最后那人击倒在地,啪哒一声,那人根本不及反应,重重摔倒在地,头颅像西瓜一样地被震碎。 瞬息间,连杀八人。 暴力无比闯入韩光殿里的范贤,一言不发,于沉默中全力出手。 天子剑,霸道真气,让他像一抹拥有无上法力的游魂,片刻间绝夺了室内所有敌人的性命,根本没有让对方发出一点声音。 他的剑法成字四股剑,却少了四股剑那种一往无前的天道杀意,反而多了影子天性中的那抹阴寒。 他的拳掌之既成字叶佳,却完全没有叶流云那般飘然海上的潇洒、淡薄弈,反多了霸道真气所天然流露出来的壮烈感觉。 如此杀人,谁能阻挡,测殿里的人们,除了死在地上的那些人之外,便只剩下一贵贫星号星号和宁财人,今夜宁财人前来看望三皇子伤势,故而没有回自己的锁,反而给范贤带来了极大的方便。 这三位贵人,在今夜没有人能睡得着,所以当范贤如天神般撞入宫殿后,他们在第一时间内反应了过来,隔着那层青纱,紧张地注视着范贤的一举一动。 纵使他们对范贤再有信心,也没有想到,小贩大人居然会用如此暴力的方式,在如此短的时间内,将自己身边监视守护的内庭人员尽数杀死。 掀开纱帘,三人走了下来,看着范贤,面上的表情各自不同,却同样有着一丝震惊,他们感觉眼前这个范贤,似乎在某些方面。 已经与大东山之前的范贤不同了,一桂贤的脸上满是喜悦,既然范贤冒险杀入宫来救自己兴号兴号,那么先前牧师对承平所说的担忧自然不存在。 在这韩光殿里被监视居住,一桂贤不知道自己兴号兴号何时便会死去,今夜骤见旧星,他心神一松,再看着满屋死尸残肢,不由双腿一软,便想往下道。 三皇子李承平在一旁扶住了母亲的身体,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先生,星号星号地点了点头,眼中已然湿润。 此时身在韩光殿内,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侍卫围了过来,前殿内亭的太监高手尤在,范贤知道自己的背来突击,虽然成功地接触到这三人,但没有将他们救出去,仍然是个死局。 所以他没有和老三及姨娘多说一句废话,直接冷冷说道,跟着我,闯出去。 闯出去谈何容易,就凭范贤带入宫中来的这二百人,如果想要控制整个后宫,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而皇城处的禁军方面,也不知道内部地清洗,能不能在局势危险之前解决。 范贤从那名太监身上拔出自己的长剑,用余光贴了一只沉默地宁,裁人一眼,看见宁裁人的脸上透着一丝欣慰的笑容,他不由也笑了起来,自削中摸出那把黑色的匕首。 三皇子的匕首已经藏在了陈郎旁边的树丛中,见先生摸出匕首以为是要给自己防身,扶着母亲想往前走一步。 没有料到,范贤竟是倒转匕首,将这把匕首递给了宁裁人。 宁裁人握着细长的黑色匕首,整个人顿时涌现出一股英气,毕竟当年是自北伐战场上活下来的女奴,这些年也未曾忘了铁血之事。 范贤没有再往这富有三人,没有耽搁一丝时间,直接朝着天殿的门口走去。 这个门口不是通往宫外,而是通往前殿。 是的,如果闯出宫不容易,那就不如往宫里闯。 门,全无仙兆的,这扇木门就像只做的一般,被无数股巨大的力量牵扯,破碎开来,漫天飞舞。 木屑未落,范贤的手掌已经与一名太监的手掌粘在了一处。 范贤闷哼一声,真气全数冲了过去,只是一掌之交,他已经感觉到了这名太监的厉害,内庭侍卫之中,果然是藏龙卧虎,红老太监调教出来的徒子徒孙,果然不是吃素的。 太监的五官蹦地一声流出鲜血来,体内被霸道的真气冲伐着,根本敌不住,然而他的任务只是拖住范贤一刻,务必让前殿的高手和太后老祖宗做好准备。 范贤没有给他拖延时间的机会。 双掌间烟尘一战,独物直逼那名武艺高强的太监面目。 太监面色一变。 范贤右手一振,长剑嗡嗡作响,从自己的肩膀高处横削了过去。 这便是实力上的差距,那名太监在霸道真气与毒烟的奇功下,根本没有余力再做反应,只好看着那抹亮光从自己的眼帘中闪过。 范,将天子剑那入秀中,没有再看这名太监高手一眼。 双膝微蹲,整个人便如巨鸟头鳞般撞了过去。 他没有撞向那条不知有多少高手涌来的道路,而是直接撞向了侧垫地墙壁。 轰隆一声巨响,木砖结构的墙壁竟被他硬生生地撞出一个大洞。 范贤没有理会后方三人的安危,直接从那个大洞里掠了进去。 而此时,那名将立在门口的太监高手,脖梗畜咯噔一声,从中断绝,血淋淋的头颅掉了下来。 一柜瓶星号星号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。 宁财人沉着脸,提着范贤给他递黑色匕首。 牵着这对受精后的星号星号,沿着那个大洞走了进去。 他猜到范贤为什么如此黄疾,为什么要撞破大洞进入前殿。 他也清楚,在范贤没有控制住局势之前,这三人的安危,就全数寄托在自己手中的匕首上。 突击需要的是什么? 便是如闪电一般快速,如平地风雷一般令人意想不到。 范贤今夜的行动,十分完美地贯彻了这个宗旨,从入后宫开始。 到被侍卫们发现后,他以及他属下们的速度骤然提速,像阵狂风似地在后宫里卷着。 他踏上石栏,拍碎金瓦,落入殿中。 击毙众人,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时间,如果从侍卫们的第一声喊开始计算,他只花了十余击掌的时间,便成功地杀入了寒光电的核心公寓。 真真是闪电般的速度,不止敌人反应不过来,甚至范贤也没有留给自己任何思考判断的时间。 他依评的是数年来对皇宫的情报收集,凭借地是宫中的眼线,凭借地灵敏超乎常人的超常直觉,就这样杀了进去。 当然,这次行动最依靠于他往日最为欠缺的勇气,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狂妄气焰。 当范贤以最快的速度杀入寒光电时,跟随着他第五六十名六处箭手,也于黑暗之中,散成扇形,向着寒光电围了过来。 只是这些人的速度都刻意压制着,此时恰恰好抵达了寒光电的外围。 范贤算得极准,虽说有些低估了后宫护卫力量的反应速度,可这五六十名六处箭手,恰好抵挡住了以极快速度赶来的大内侍卫。 监察院的箭手,经于黑暗之中杀人,而大内侍卫,则是庆国个人武力中的精锐,虽然远远及不上范贱案中替皇家训练的长刀虎卫,然而武力依然十分强悍。 寒光电外,厮杀四起,一瞬间,刀剑相交,不知道多少人被杀死,多少鲜血喷出。 不过数息时间,数十名黑衣箭手构筑的圈线,便被压迫得往寒光电方向退了不少距离。 但如果仔细观察,应该可以看出这些箭手的退并不是被动,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,虽然看似被侍卫们杀得节节败退,可是也将圈线收小,将寒光电正电紧紧地围了起来。 防御圈越小,反弹之力越大,场间已经有很多人倒下,而那些黑衣的刺客们,却也是阻住了寒光电的正门,如果里面的人想逃出来,难度极大。 而且不要忘记,此时的寒光电内并不平静。 这正是范贤拟定的四面乱流而为中心开花的战术。 监察院的中心下属们凭借着黑暗,与人数越来越多的大内侍卫周旋,而在整座皇宫的中枢,寒光电内却要开出一朵鲜艳而毒辣的花来。 这朵花一定要捏在范贤的手指间。 未与内庭高手们的反应极为神速,然而宫中贵人们却没有这种能力。 寒光电的老嬷嬷们睁开迷糊的双眼,无声地咒骂了几句,却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。 有些腿脚灵活的小宫女听着床上的咳喇声,赶紧爬了起来,将床上那位庆国实际上的女主人扶了起来。 太后这几天一直在头痛,额纪上捆着一根黄色的丝线,她有些疲惫地写意在宫女的怀中,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 老年人的耳力并不好,所以没有听见侧电房顶被范贤撞破时发出的巨响,也没有听见范贤于须于间连杀八人的声音。 但这位老妇人常年居于宫中,不知看过了多少狂风巨浪,在正至于阴谋间的禁印,令她立刻警醒过来。 她的童中闪过一道寒芒,猛地从宫女的怀中坐起,历声喝道,关宫门,全部敌人退进来。 太后老祖宗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,既然猜到宫中有乱,她第一时间内便要集中自己所有的武力,包围在自己的身边。 她知道自己的分量,敌人既然入宫,自然自己是第一目标。 如此反应,就和她第一次听到自己儿子死讯时一样,简单而精确,不得不令人佩服。 只是今夜她注定要失望,因为在她收拢力量之前,已经有一个人杀到了韩光殿的中腹之中。 就在殿外侍卫与六处剑手第一次交锋声音响起时,韩光殿地侧后方墙地,忽然发出了一声巨响。 砖目乱飞,一个空洞骤然出现,而一个黑色的人影,就从这个洞中飞了出来,如一条行走于夜晚中的苍龙。 瞬息间掠过半空,直扑太后的凤床。 屋与屋之间最近的距离,不是门与门间的距离。 而是墙两个房间看似极远,有时候往往只是半尺厚的墙壁之隔,只要穿墙而过,天涯便如咫尺。 只是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人能够像范贤这样,可以将霸道的先天真气运至全身,又用天涯道地纯正心法护住心脉,以防被霸道真气反噬,从而将自己变成一个大铁锤,直接将厚厚的墙墙撞碎。 一身黑衣的范贤鞋风雷之势,向着皇太后扑了过来。 一路经过,空气中发出撕裂般的凄厉叫声,可想而见她的速度已经被提升到何等恐怖的程度。 由墙上的破洞而至皇太后坐着地床,有四丈距离。 在这条路线上,只是是擦着范贤衣媚边缘的老魔魔或宫女,都被她身上每一细微处都斜着的霸道真气阵倒在地。 衣衫不整,鲜血狂奔地震倒。 便在此时,一直停留太后宫中的太监高手们终于发动了,四声抱贺。 四肢干枯的手掌,向着快速前突的范贤身体上抓了过去,如老树开花,要赴那临终巨龙。 四肢干枯老麦的手掌中,不知鞋砸着多少年才能练就的纯正真气,太后安坐宫中,如果没有自己强大的武力守护,怎么敢用宁才人的性命去威胁手握重兵的大皇子。 在听到墙壁如指一般撕开的声音后,太后已经扭过头来,恰好看着这一幕,她的眼神冰冷,满是信心,似乎此时像天神一样的范贤,下一刻就会变成一具死尸。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范贤没有减速,但是她身上所携带的气势,却在这一瞬间,变得一丝全无,整个人在半空中,就像是忽然消失了一样。 她的身体还在飞略,但她身体上的霸道真气气息,全部敛了进去,整个人显得柔顺至极,平伏至极,幽宁至极。 由极霸道而极温柔,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真气,竟会在一瞬间,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。 四名厉害的太监高手,眼瞳、微缩,心中觉得十分害意,在他们的一生中,不止没有见过,也没有听说过谁,能够将这样两种性质冲突十分严重的真气炼到巅峰。 而且,这两种真气法门,明显都是世间最顶尖的绝学然震惊,但手下却没有放缓,而且信心也没有丧失,这是洪公共所统领的内庭高手中的四位强者,一直以为便是负责保护太后的安全。 他们认为,范贤即便再厉害,也不可能无视自己这四人的联手一击。 是的,范贤不是大宗师,但他是整个天下小身法第二块的那个人,当年在草殿之上,海棠的剑尖都刺不中他翻滚的身体,更何况如今心性已有改变,将两种真气渐渐融合贯通的他。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五竹。 范贤的身体在空中忽然缩了起来,左膝一抬,右肩一扭,身体颤抖着,于半空无可借力处中,异常神妙地偏转了自己的身体。 便是颤了一刹那,偏了少许方位。 第一只枯兽的手抓住了范贤的右肩,却像是抓到了一团云,魂不着力。 第二只枯兽的手抓住了范贤的左臂,却是抓到了他阴险藏于袖中的剑锋,剑锋裂袖而出,在那只蕴藏着精纯真气的手掌上滑出长长一道口子,露出内里的白骨。 鲜血被真气一击,全树喷出,临得范贤半片身子都是血色。 第三只枯兽的手抓住了范贤的右膝,撕下一片衣衫。 第四只枯兽的手却,落空了,只抓住了范贤的一只鞋。 太后的瞳中闪过一丝寒意,寒意未退时,已要出一抹寒光。 如一阵风至,范贤左手中的剑,已经割在了太后的颈上。 鲜血从范贤破开的袖子上滴落下来,滴在太后的衣裳上,滴在太后的脸上。 范贤脸色惨白,唇角溢出一丝鲜血,半片身体的黑衣都浸在血水中,终究是被那四名太监所伤,但他的眼神依然无比坚定。 用冰凉的剑风冷却着寒光殿内所有人的心。